男子拿着武器防身 被一群人包围叫嚣 不断往巷子里退 其中一人还拿起灭火器狂喷 唱面一片混乱 两派人马起冲突 在大马路上 也有另一名黑衣男子被包夹 遭人持棍棒殴打 还被木椅砸 就连一旁的银色轿车也遭殃 银色轿车挡风玻璃全毁 椅子还卡在上方 地上满目疮痍 警方货报道场 其中一方还在继续就修 直接出动辣椒水压制 你现在是什么 你告诉我哪里是拔的 有啊啊 不要拔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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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欠钱的那个说 他要还你钱 请你过来 结果他买一股汤 结果他已经叫了一些小弟 来的时候车子就砸烂 当时双方为了两万元的债务相约 约在这边协商谈判 只是没想到见面之后一言不合 直接在大马路上大打出手 事发在五号晚间七点多 赵姓女子带了五名朋友到林姓男子的住家头前 结果双方气焰都很高 当街上演大乱斗 将双方共十名男女全数带回 那甄讯后啊 以刑法的妨碍秩序 以及伤害罪啊 移送台中地检署来侦办 负责民众权下坏 还好没有波及到无辜的民众 只是为了两万元大打出手 统统被警方带回 依法侦办 继续菜团赖文中 台中报导